? - 开场,这个小谷林轩的位置拉得很远。 - 是,这,这个小谷林轩开局就是急急拒续变化,突然用长球来剖洗。 - 这种情况是说明,这个小谷林轩对这场比赛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而且呢,拼足拼的心态也是很强。 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的进攻是非常犀利, 正常所的进攻的质量都非常高,这是它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对,因为现在目前的江苏中超电缆队, 他现在目前他的俱乐部的盘名,确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靠后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进行到第六轮,仅仅取得一场劲力, 所以这张比赛,他们也希望能够挑战一下联赛盘名投位, 想给队员们,然后在竞技神上能够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这场球也非常精彩,因为双方都是进攻型的这种运动员, 所以说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攻战。 一场球也很精彩的对攻准备, 它是双方的对攻准备, 是双方的对攻准备, 一场球也很精彩的对攻准备, 而且他们整个的无畏失误 还是要比肯明轩少一些 就是说它相对平稳稳定一些 所以说比分散是死别人先 刚刚经历过国际大赛的年轻人员 可能心态上也比较沉稳 是 逐渐的锋芒内敛 提升到了一定的层次和境界 这个赛季其实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就是说林导远上的赛季也在为全 所以我觉得林导远的话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 它可能比以前更加稳定 是 对象 他这个技术风格的话 或者说他这个 就是说您觉得从上下来到现在呢 他掌手掌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整体林导远的现在进攻的速度和节奏 比之前要有小加强 特别是繁首的实力 要比以前要厚实很多 所以说他现在通过繁首实力的提升 再加上整体速度加快之后呢 他整个的这个进攻的实力 和他这个攻防转换的能力 要比以前的明显的加强 孟宁圈来者不上 今天也是同期的运动员 也是想憋足了劲 给和牧师兄弟一打赛看看 每一场平坎联赛 对他们来讲都是一次机会 每一次挑战高手的机会 都是对他们来讲一次成名的机会 所以说每个人的这种拼劲和动势 都是非常棒的 确实 乒乓球运动人的时候也不能单纯的看 这个国际比赛的排名 是吧 是 因为咱们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之间的实力的差距 确实太小 是的 微乎其微 可能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心态 就能改变这个比赛走势 不过现在目前的林高远还是暂时领先 对 这个中极被追平之后呢 林高远这两个发球把握的还是非常 特别是在发球之后的后面的准备 显然这几个球都是这个孔宁圈 被林高远都计算的当中 包括发安球之后主动的侧身进攻 其实这就更重要的是这一楼发球 7比5的这个关键是一个复盘关键的这个节点 8比5之后呢 可能整个的这一局的这个走势呢 对林高远就比较有优势 对吧 因为这即便他这分输了以后 后面还有两个发球在手上 对 9比5 9比5 这样这个比分的优势就比较明显 看到一个局点 是 这两分发球应一分 基本上就到时再到局点 哇 可以说 你觉得体力 我从这样来看 两个应用员 感觉孔宁圈就是 从第一局比赛一开始就感觉上下发调了感觉 是 反而对这个林高远就有点牵着顶手 造了一个局点 是 是 是 林高远 林高远 那这个想发立明显的时候呢 球有点顶手 所以就下网了 嗯 这个孔明圈是积极的到锥篮底下 是,这个还是比较积极主动,打完球之后主动是在参入镇头抢弯 这两个球呢,孔明明老远要更精细一些打的 对 这样的话,孔明圈是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11比8 其实也算是波兰布金,有金无险就比较大 明显的孔明圈在前三板的五位失误要做多一些 你看这三个球,虽然它很凶狠,但是它五位失误就会比较大 像我们所说的乒乓球运动,不光在游泳,还在游泳 是,其实乒乓球运动大部分是智慧和对场上的局势的把握 什么时候该凶,什么时候该忍,这种创业 等于说在临场的应变是非常关键的 这一局开始之后,你看林老远对这个球的落点都比第一局要严谨了很多 对方包括发球,包括前三板的这种进攻的落点 控制住孔明圈,不让他放手,然后用反手对反手的角度 林老远还是占了一些便宜 因为毕竟孔明圈的反手感觉要不如林老远这么厚实 五位失误更多一些 虽然很凶,感觉很凶狠,出手也很果断 但是相对失误就会多了一些 所以说林高远这个赛季,他能够长球的话也是更多短要的心理复材 是,那是基本的判断 其实林高远这个距离超一流选手 我觉得更缺的是一个稳定的心态 在这个稳定的发挥 其实真正到了高水平的运动员当中 这个稳定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 都高水平之间对决,就看谁犯错误犯得少 并不是谁犯错误的出色 你看这种球,可能现在是非常凶狠 但是它打着了,这个球会非常有威胁 但是呢,相对失误的风险也比较大 对 好球 1比9 一直是完全的压制在第二距离赛当中 是 1比10 好,这边是第二局比赛中啊 这个心态上可能孔宁轩还是有点高级啊 是 所以说这个,从第二孔宁轩 我去听连这个巡回赛一下 我也刚碰到这种比赛 我觉得就是,就像您说的高手高手之间队 包括这个南丹的这个决赛 是 对上这些奥卡洛克比赛 是 其实就是看谁更稳定 谁能够压得住场 是 也许说,我的技术可能 好吗 好得多少 是 是 更稳定吗 也稳定也不知道多少 可能就是看谁的心态更好 第二个呢 就是 谁在场上 打握局势的能力更强 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比赛当中呢 能够在一瞬间抓住对方的漏洞 这种 这种 加油 加油 不要乱丢球 很多球不要过于凶 这个球先 很多时候先上台 保证一个稳定性 然后有机会再转平进攻 可能实验就会好一些 保证成功率 另外有机会要多用正手 因为反手对反手这条线打破的时候 要多变线 好 对了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这个球双方对攻对拉的这种符合 你来过往非常精彩 比如攻防的这种转换 也有对攻 所以这个球还是浓缩了平方球里面 比较高质量的这种对决 刚才其实这几轮这个对决 我们注意到 其实林光远在不停的球变 在这个对拉的过程中 反观这个空气圈 可能变化相小一点 它始终被压制 始终被牵制 所以说这个场面上 就感觉比较被动 接下来 我现在看到这个林光远的明显的要比孔林轩实力要前后 无论是从前双板的控制 还是从相持段的这种衔接 整体来讲 林光远的这种无畏失误要少 孔林轩发力呢 林光远能够扛得住 然后转过来之后 林光远还有进攻 所以说这种攻防转换的能力 也略高一筹 感觉我林光远一直在 转控这个节奏 所以显得这个孔林轩呢 有些操之过急 处理球有些无畏失误比较多 也是处理球不合理的一个表现 另外呢 这个孔林轩呢 对林光远的发球也不是很适应 基本上林光远的发球流呢 都是比较主动 反观呢 你看孔林轩的发球呢 林光远的这种处理呢 还是要比孔林轩要适应 而且办法比较多 它有白短 有长成绵啊 嗯 嗯 而且后面的衔接 这个配合呢 也是非常紧密 这个时候就非常 能够体现林光远的这种 这个状态 另外呢 你看反手正式推调之后呢 反手一个快丝紧接着电线 所以说它始终用速度来压制住 孔林轩 对 始终是用林光远的先手 嗯 感觉林光远的这个打法 一直在变化 对 在变化过程中 对 相对孔林轩就是感觉 孔林轩变化不多 可能就是想 我现在就是想 上了一个压制你 结果 就像您说的前几板 压制未果 导致反而被这个林光远 所牵制 是 好 好 首先是林光远的这个 前三板的控制 比孔林轩更细腻 所以说它的进攻机会更多 也更主动 包括发球 接发球 这种短球的控制 这个球非常漂亮 这个球非常精彩 因为 就是节奏变化 这个球 体现了林光远非常高超的 手上控制球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个球 孔林轩拉了一个擦网之后 林光远被动的 用消除了 不太正规的一种方式 回接了一把 这个球就明显地看出 林光远对球的控制的能力 因为球一擦网之后呢 就是改变的这个方向和节奏 这个是很难处理的 所以刚才那一把 还是非常体现 林光远的这种优势 说话时间到局点了 3比10 现在再拿一分 我们这场比赛 林光远就获胜 好球 非常干脆利落的第一盘 谢谢大家